好继续灾情来看到封冰箱积齐村通往国军雷达站农路边坡上方的三颗大石头 也被地震震落正巧掉落在路的中间 阻断了官兵进出交通 那么乡公所也即刻调派开口契约的厂商 到场移除了巨石 还好在上午的10点多左右呢 乡公所是顺利的排除了路障也恢复通行 今天凌晨一阵天摇地动 原本在边坡上方的这三颗大石头被震落 不偏不倚就砸在路中央 所幸当时并没有人车经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封冰箱积齐村高山部落通往国军雷达站的这一条农路 是官兵弟兄唯一进出的道路 这一次地震震落巨石 应声阻断连外的交通 若无法及时清除 则会造成雷达站上的官兵无法通行 造成补给困难 相公所也随即调派契约厂商到场移除巨石 目前就在我们高山部落海军的加入兰雷达站 那农路部分是有大多的一个落石 那我们也请开口契约去清除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今天上午11点20分左右顺利排除了巨石路障 恢复人车通行 乡长江丽婷指出 正后乡公所也即刻查询灾况 所幸除了道路出现零星落石 也在第一时间内排除之外 一切都安然无恙 并未造成重大伤亡灾害 记者是玉兰封兵采访报道